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要看您从哪个角度上说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今天来啊 是要帮您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头柜先生和容双小姐的问题 哎 您可千万别认为他们之间没问题 要是没问题 我就不往下说了 我也是看透了 才壮着胆子跟您说的 有什么话您说吧 很简单 我把香莹小姐带走 哼 我让降与斋 恢复过去的平静 周鼎元 他自然会属于乳霜小姐一个人的 这半个相似空 本来就是说 你放在身边 这半个相似空 算了 他的意义已经给你去过了 不 我不 我不当他是相似空 我当他是 你送给我的金琴物 以后我再也不会随随便便的 把它丢换给你了 相爷 我将你是带不下去了 相若斋我也带不下去了 你听我说 我心里早打算好了 我要带你去南方 我们重庆开始 今晚我们就走 我却都听你了 只是 只是我放不下爹 我娘走了 我不想在他跟前一下乘乱 好好照顾他来我家 你放心好了 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之后 我给师父 师父 师娘 还有如霜谢心 只要得到他们的谅解 也许明年 也许后来 我们可以回来探过他们 好不好 你给我听清楚了 小若斋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 我没有要挟你 我是在和你谈合作 哼 很有胆识嘛 我都不认识你了 你处刑几率多久了 这二十多年 我家里 养了一只这么大嘴巴的狮子 我都不知道啊 哼 太太 如双小姐的婚姻 到底吃什么家 我没有给您多要啊 啊 这二十多年 我在祥瑞斋 挨皮边 不下六十几次 被踹了不下五十几次 从马上摔下来八次 还有我这额头上的伤疤 这些都是我成不了家的印记 可不过 那些数不清的耳光 刘 都记上账本了 哼 你记得这些账啊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 你就是一个下人 哼 一个下人 凭什么娶湘莹啊 湘莹当初她也不是大小姐 哎呀 我真不知道 太太你的心肠这么好 您的心肠要是这么好 当初 怎么会拆散苏修文和她的结发妻子 你拿你跟我比 啊 我有祥瑞斋 你有什么 你凭什么跟我比 哎 祥瑞斋 别忘了 祥瑞斋是靠我才发起来的 要不是我发起来那一口气的宝贝 你祥瑞斋能有今天吗 太太 太 不是我跟你讨人情 我要特别的提醒你 如霜刺杀都帅 这总是不假吧 啊 我为如霜 背了肥镖那一条人命 也不假吧 我没跟你要如霜 啊 我要的是苏湘莹啊 这对你有好处啊 可我就不明白了 那苏湘莹她又不是你生的 你何必猫哭耗子加慈悲啊 啊 你有什么舍不得的 滚 你给我滚 好 我滚 我滚 你考虑好了 咱们再说啊 嘿 你给我站住 快 我滚 我滚 你给我站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吧 快走吧 爹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夸见你了 他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 是他叫任力车送我来的 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师父 我走的时候 应该跟师父正式败别才迟 义爹的个性 他还是越晚知道越好 我明白 希望他也能够明白 马车我也叫好了 咱们上车 走 走 走 没事 赵定员 我是 长官有警示 我们接到线报 责你是南方革命军的爪牙 我靠谱军校南方革命军长期通信的是你吗 没错 是我 听说你还是刺杀楚独军的凶手 我没有 这你就不太老实了吧 我真的没有刺杀楚独 你们可能误会 有什么话回军部再说 带走 来 停点 你们干什么 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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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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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盈小姐 向盈小姐 家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定元 他被人抓走了 我知道 我都看见了 是同一件事 他们在头盔先生的房里 搜出了证据 够狠哪你 你现在害了定元 你高兴了是不是 我是怎么哭哭不禁的跟你说的 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的良心在哪 我要把你的信挖出来 我要看看你的良心何在 好了 你要起来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 人家抓定元 跟湘瑩有什么关系 跟南方通信的是 定元不是湘瑩 你怎么能管湘瑩呢 他是个扫把姓 自从他进了家门 我们家的倒霉的事 就没停过 我要给如霜办喜事 冲冲喜 那偏要把定元给带走 我 我能保险是吗 我啊 你住手吧 音娘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现在对不起一个屁用啊 你唠叨什么了 你还要跟男人私奔 你把你爹的脸皮子 搁哪儿了呀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小云 来 快起来 怎么了 我说他几句你心疼了是不是 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他落着什么好了 他不仅把顶元给害了 也把如霜给害惨了 你知道吗 冬天 太太 打听出来了 都鬼先生 被押到军部去了 军部 怎么回去去路 这岂不是更难了 我还以为 是独帅搞的鬼 对啊 当然是独帅搞的鬼 听说独帅 不满先营小姐 私自回家来 才安排了这一出逮捕行动 爹 丁缘 你跟我说清楚 是真逮捕还是假逮捕啊 当然是假的 我要不见独帅的名义 我怎么带走仙灵小姐 那就好 我才也是 哎 那周典元现在人在哪里呢 在军部 不管你放心 就像东家上次一样 有人专门伺候着 不会吃苦的 只要我把湘宁小姐带走以后 第二天 自然会有人把她给放了 那你要我怎么相信你的话 太太 这次 你非得相信不可了 不然的话 咱俩的买卖 可谈不成了 唉 太太 你要相信我 做这件事情啊 我心里也不好受 可是 咱得继续演下去 还有 卢双小姐的喜酒 我要是来不及喝 我就不喝了 你千万不要乱讲话 这位军爷 能不能让我们见一下顶元呢 对不起 周顶元是刺杀独帅的重型的 不能回客 不是 那个独帅是我刺杀的 你们要枪毙就枪毙我 你们不要枪毙周顶元 跟他没有关系的 说 说 你不要乱说话 爹 如果顶元回不来的话 我也不回了 我也不回了 你疯了啊 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 你别给我找麻烦了 行不行啊 妈 您的意思是 只要湘营去了上海 到了您那儿 周顶元就可以回来了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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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要牺牲自己 我先 就去找那个独帅 我把他毙了 如初 你快站住 你还要胡闹 你闹得还不够吗 妈 我心里 好难受 谁都不舒服 可是 你这样去 你是制造矛盾 还是解决问题啊 你还嫌你惹的麻烦不够吗 你非要把你妈气死 你才高兴吗 妈 爹 姨娘 我决定了 就赵独帅的意思办 姐 你不要这样 我曾经发过誓 我说过 只要顶元能活着回来 我可以成全你们两个 你不要这样 我 我从来不相信命运 可是我现在不得不信 跟顶元 没有缘分 我们是不可能的 如初 谢谢 小姨 这是一辈子的事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啊 爹 为了顶元 我上高山 下黄海 我都愿意 不愿意 小姨 这一次 姨娘可没有逼你 是你自己选择的 这将来 是好是坏 你可不要怪我啊 我知道 姐 既然是我做了决定的事情 我就不会后悔 一切后果 我自己 来承担 我 这是两千块银票 你可是人才两得 我帮祥瑞斋发家 你帮我成家 咱们这是公平交易 不是什么人才两得 你可算 两不相亲 随便你怎么说 我可是昧着良心在做这件事 你可要善待相应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这心够黑的呀 还好意思放过来 炫我 我 还有 我 你 不是 我 我 你 是 拿起来 我 你 这币账 老子就暂时不计较了 姐 爹和妈都很难过 走过来送你 爹 女儿要出发了 您多保重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等故事的句点 等你转世的容颜 说再见 但再见 泪一空却红了眼 天小姐 见啥车 姐 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我妈都对不起你 其实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 都是我不好 你娘说的没错 是我讲了 一家很平均的生活 你跟丁月才是老太医疤 你们才是一个人 我忠心地住着你们 我跟丁月能不能在一起 我们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要丁月能活着回来 姐 我丁月也跟你申请谢谢 丁月 还有姐 我丁月 如果你在杜军府 过得不好的话 你就回来我们家吧 我不要你生到围巾 不会 姐 姐 姐 你 事后不早啊 赶紧上车吧 在前 泪一空却红人也 隔断爱 欲承命 来不及 周鼎元 刺杀楚都君未遂 是不是 我没有刺杀独帅 没有刺杀独帅 证据充分 还容你狡辩 你到底认不认罪 我说了 我是被冤枉的 站在这里的犯人 没有一个不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好 你看看 这些信 是不是你的 还有 这把枪 你认识不认识 证据确凿啊小子 赶快认罪吧 我真的没有刺杀独帅 那 这把枪是谁的 看来 是苏修文干的咯 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那是因为我爱你 明天 再把苏修文抓进来 等等 我认罪 撤了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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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叫 等我回去 听到没有 嘴闭上 写在这儿那个 说你呢 你判决出下来了 我先去看一下 好 在这儿等我 好 来 妈 你看我这样行吗 好好好 鼎门要不认识你了 走吧 咱们去这鼎门 爹 怎么样了 秀人 你什么事啊 你自己靠 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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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定个人不会被处决 回家以后啊 爹上他 确实上说的是假的 怎么又处决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 不行 你也去问个清楚 不是 小婶 停车 你干嘛 你们先回家吧 你在车等 去什么地方吗 你就别管了 回家赶快给人捉找个大夫 韩军书写得很清楚 具体的物证是枪和书信 这些啊 被告都承认了 什么 他承认了 定元他没有下毒帅啊 定元一定是听如双丹了罪 自己扛下了 军爷 请您通融一下 让我见见周定元好吗 对不起 死刑犯规定不能会客 太太 能让你看到判决书 我已经晚看一面了 那就这样了 好 啊 好 啊 金月 帮帮忙 这个 我不好说 也许您可以另外去找找别的门道 不过我可以帮忙的是 把星期的日期压后三天 才三天 顶多就是三五天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权限了 喂 喂 接先生啊 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楚都军府啊 我 你干什么 你不商量怎么救救援啊 打什么鼓攻啊 我打这个电话是要告诉楚都军 湘营他已经出门去上海了 要他赶紧下令 把鼎原给放回来啊 来逮捕的单位是北洋军部 要枪毙鼎原的也是北洋军部 我问了 都帅是都帅 北洋军部那边 我们还得另外打点 另外打点 要打点谁啊 总定有个人牵线吧 爹 我要去救鼎原 我要去救他 我要去军部自首 哎 你快回来 这个疯丫头 你赶紧下来 快快来帮忙啊 爹 别闹了别闹了你 爹 我说你这样是救不了鼎原的 爹 刺杀毒衰的人是我 刺客是我 如果 救不了鼎原的话 鼎原活不了 我也不想活了 你骗你了 你怎么会是刺客呢 爹 他胡说的 他起疯了 你别惊他的 妈 你别再替我隐瞒了 其实那个刺客 一直就是我 顶原只不过 就是跟南方革命党 通了几封信 还有 他在报纸上 写过几篇匿名的文章 那个刺客不是他 刺客是我 别骗我们了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会去刺杀毒衰呢 爹 我真的没有骗你 那天 鼎原他一直在客厅里 所以根本就不是他 是我 杀人的是我 妈也早就知道了 只是 他一直满着你 你 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要知道你这样做 不仅害了鼎原 也害了湘瑩呢 我说了有什么用啊 难道 如霜就不是你女儿啊 她就应该死 我是想法子救大家 你自己无能 还怪我 给我拦住她 大小姐 大小姐 小姐 小姐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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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你干什么啊你 你自己无能 你拿卢梢出去啊 有本事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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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我啊 你疯了你 我说 要不是被你宠坏了 怎么会闯出 这么大的祸呢 我早该好好叫起她 来 把她拖出去 滚到她的房间里 没我的吩咐 半步也不许离开房间 大小姐 起来吧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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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走了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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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冬家 太太 你慌张什么 慌张东西 万一 你干什么呀 小神 说 出什么事了 冬家 太太 店里遭贼了 你们是怎么看店的 库库房被撬开了 我们的玉石啊 脆尖全都没有了 还有来不及存到银行的现金 也全部都给丢了 合着得五六千打烊呢 那你报警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报警啊 什么也在干的 还有啊 还有啊 徐大生这小子 我对他不报啊 他 他怎么能 老爷 我听他说过不止一次 他说那块一口气的翡翠肚石 是靠他才发现的 还说他脸上的伤疤 是省命护着那块翡翠留下的 可是德胜说 他只拿到了一百块大洋的赏钱 其他的便宜全都给周鼎原和祥瑞摘了 他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服气啊 你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早说 不是 每次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都骂他 可是 这小子只是傻笑 没想到这小子暴藏火星 干出这种事来 小沈 这件事不要报警了 以后谁不要再提 就当是祥瑞斋欠他的 你这是什么话 亏你还是个东家呢 来 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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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难道周鼎原 也是他害的 我 我被骗了 金银财宝 必满仓 啊啊啊啊 宫主今朝 驾驸马 文武百官 骑鹤将 唱嘞嘞嘞嘞嘞嘞嘞 收不尽的香车把马到处都是 唱不尽的人间世之纷纷 喝喝喝 喝不尽的美酒佳酿人人都醉 想不完的俘虏双全好吗好富贵 这都已经判了死刑了 你才来说 晚了 对不起啊 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 顶元没有经过公开审判 闹革命 闹革命本来就是啥头的事情 你这事没办法 拜托您了 你走不怕 真的没有办法 求求您了 您帮忙想一想办法 我帮你想办法 谢谢 谢谢啊 你在打电话 给谁打电话 打给都帅 我打电话去都推广了 他们说都帅上前线了 而且说没有看见向盈 可能向盈啊 还在路上吧 你说这个都帅怎么会临时上前线了呢 怪不得顶元的事 他们是张靖 这样的话 行人不是把你送给他了 你就别再管向盈的事了 这 现在到处在打仗 都帅肯定是临时这道命令上前线的 人家话已经交代下来了 让我们另外找军部的人打点 你说这个时候不去旧顶元 还去找都帅 你不怕惹他生气 我还怕呢 你找人帮忙没有啊 人家一听说是革命党啊 怕都怕死了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平时拿了我们多少钱啊 怎么 怎么让他们帮忙的时候 一个个都给我们打太极拳呢 好大 文艺 我想啊 督帅既然开口要相迎 我就不信 这军部里面不会给他个面子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我问你 那个戴督察 孙校长 还有那个平津商会的纪总会长 这些人 都是大帅眼前的红人 你找过他们没有 我这一个富岛人家 这些人我 吴公馆 我是啊 莫先生 你好 你好 怎么会呢 您是机会上见少的 当然错不了 好好 三点钟 在汇宾馆西厢房 我一定准时到 好好回见 谁他来的 是老季在军阀处理的一个朋友 姓莫 名字和军衔的管束 不过他说 有办法就顶我一命 条件要当面讲 会不会 知道顶元出事的消息 来插花弄钱的 应该不会吧 忍心隔肚皮 我看 还是万一生老季比较保险 来 喝一个 来 向盈小姐 吓着您了 得胜哥 得胜哥 又想投跪先生了 我是担心他 我怕我这一去 杜帅他能不能说话算数 没问题 这不都说好了吗 向盈小姐 向盈小姐 先吃饭吧 不然到了上海 要是得了病 充不了金 那么就当务救人了嘛 谢谢得胜哥提醒 还谢什么呀 咱谁跟谁呀 来 趁热吃吧 来 来 二位兵姐 辛苦了 二位兵姐 辛苦了 来 这点小意思 拿着 来 谢了 不客气 不客气 那我们哥俩先走一步了 好好好 慢走啊 慢走 我说 这点小意思 是 我们就来 拿着 我说 一言 有什么意思 我说 你会在哪儿 给你们 这点小意思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你不认识 有什么意思 他很想 你会有什么意思 再报个喜 那 定云哥他 我不就是替头柜先生着想 才这样做的吗 所以让他们两个先回去报个喜 都军大人这一高兴啊 立马通电军法局 把头柜先生放了 不是两全其美的吧 赶紧吃吧 咱们还得赶路呢 莫先生 您的客人来了 在下苏修文 这位是祥蕊斋的太太 不用介绍了 你们两个的底 我们很清楚 坐吧 莫先生 那不 叫我老莫就行了 实话说 这未必是我的真实姓名 只不过是一个称呼 也不要当回事 也不要当听 说得 更明白一点 除了这间包房 你们在这个世上 就当没有我这个人 以后在街上遇到我 全当不认识 知道知道 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 误不了您的事 我看在 纪会长的面子上 打开天窗说亮话 军法不比民法 速审速判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是 周鼎元一案 铁证如山 想翻案 比登天还难呢 那 那 那不是没救了吗 没救了吗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